邓超和孙丽他们与拍摄甜蜜蜜儿相宴 从此让他这个不婚族决定踏入婚姻 并且一直幸福到现在啊 为什么孙丽是不婚族呢 原来孙丽从小就生活在父母吵架的阴影中 他对家庭的感觉已经不复存在 父母离婚后他和母亲相依为命 也对爸爸恨之入骨 他得知爸爸与继母生了一个女儿 靠经营杂货店为生 但生活相当拮据 他的情绪顿时变得复杂 而邓超发现了矛盾后 只告诉他父女之间有什么过不去的 天下没有哪个父亲是不爱自己女儿的 你爸那样做肯定是有他的难处 你如果和他这样较劲 将来后悔的一定是你 从此解开了他心中的纠结 在得知继母黄玉玲卧病在床 失去行动能力的时候 孙丽全资资助其看病 还出钱给爸爸和继母在上海买了一套房子 价值不菲 孙丽说和妹妹的关系也很好 假期还会在他家住一段 照看本本和小花妹妹 看来现在孙丽很幸福 和身后继母的关系也很好 有网友情不自禁的说 你若不红天理难容